说到清晓琪最近正在为自己的演出进行排练 那老友周华健是特地到访来探班 两个人作为90年代红旗一时的歌手 彼此之间也是惺惺相惜的 回忆起相识的过往也是历历在目 新晓琪为演出彩排 周华健惊喜亮相 给了新晓琪一个大大的惊喜 周华健 华健 你真的太感谢了 我是内务大臣 你让我太感动了 其实呢 我是路过的 对 我知道 我路过我听到那个很美妙的歌声 于是我就去吹这个头发 然后鼓了点霜 都是不经意的 两人相识是在1991年 当时姓晓琪初入歌台 只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周华健已经是当红歌手 并且也有电影作品面试相当受欢迎 周华健在电视上看到姓晓琪的演出 立马就被其声音打动 其实华健以前还帮我写过歌 对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你实在是 我词都记不住 我词都记不住 等一下 那首歌叫做 我在你怀里哭你并不知道 好像是 我在你怀里哭你并不知道 有吧 有吧 有 我在服帽的时候 还很早之前 对 对 是是是是 想起了当年的那个 会写一首歌给小琪的原因是 我在电视上看到她的演出 然后她的声音我吓到了 那个时候 然后没多久以后就有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圈内 穿来穿去穿来穿去 就知道有个消息说她要做 好像第二张唱片之类的 是是是 没错 第二张 我就赶快去报名 一夜之间里面的 我就去交歌去报名 没有 是我立腰 如今这段往事 已经过去了27年 很多细节虽然都记不太清楚了 但时光留给两人的友谊 却历久迷心 周华健还曾演唱过 姓小琪的代表作《领悟》 不过唱得好不好 乐队老师也是给出了 相当精准的评价的 小琪的歌有很多歌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它必须要整首歌 都在某一个定点上面 那那些音符啊 什么所有的那些化学效应 才会散发出来 反正就被我们的乐手老师笑 就是 她说这不自量力 哎呦 没有唱新小琪的歌 那么简单 还是唱了 后来还是唱了 我很不要脸 哈哈哈哈 台北三方发达